SILVERSTONE 屬於英國賽車的這個家鄉 SILVERSTONE屬於英國賽車的這個家鄉 因為呢這條賽道呢非常具有歷史的 它其實在這個二次大戰之前呢 就已經開始有辦賽事了 不過呢在這邊的正式的國際賽事呢 是在1948年才開始 然後呢第一次的FORMULA ONE呢 是在1950年 那很特別的是呢從第一場F1在這邊舉行呢 當年呢只有8個彎 現在2022年呢總共有18個彎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呢 這麼多年以來呢 SILVERSTONE的這個演變呢是相當的多 而且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賽道圖呢 是從2011年開始的 那目前呢以這個賽道的規劃呢 它是5.89公里 而且呢它在F1賽力裡面呢 它是其中一個最快跟最長的賽道之一 那這邊最大的特色呢是這條賽道是蓋在一個 老的這個Royal Air Force的這個Air Base 所以呢其實在這邊呢整個這個地區呢是非常的平的 幾乎沒有太大的這個高低的這個變化 所以呢這邊的速度是非常的快 幾乎在單圈來說的話呢有65%呢是可以全油門的 那很特別的是呢在二次大戰的時候呢 Silverstone是Royal Air Force很重要的一個基地 所以呢其實在這邊呢他們有三條跑道 而且它的這個設計呢是這個很典型的二次大戰的這個三角形的這個設計 所以呢其實從空拍的畫面呢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一些機場的痕跡在這個賽道裡面 好玩的是呢在Silverstone賽道每一個彎呢都有屬於他們自己的名字 而且呢這些名字呢都是有含義的喔 OK那我們來到Silverstone這邊的這個大直道喔 那這裡T1到T2呢都是全油門 不過呢在這裡T2這邊呢我要停一下這個彎的名字喔 叫做farm 它為什麼叫farm呢 因為就在這個位置呢曾經這些比賽車呢就要經過一個農莊 所以呢這個彎T2的這個彎就叫做農莊OK 所以非常可愛 那接著呢就馬上呢中砂呢來到了這個T3這裡喔 那T3這邊呢也蠻特別的喔 因為T3的這個名字呢就叫做village 它就是為了附近的這個Silverstone village而命名的 那因為呢這個Silverstone village呢它平常呢不到2000人住在這裡 不過呢來到了這個大賽的時候呢這邊突然之間會住12萬多的這個人 因為這個North Hampshire這裡呢附近都有很多的這個平原喔 所以有很多地方可以露營 所以很多人來看Silverstone大賽的時候呢他們就會在這附近呢露營度過整個賽事的周末 OK接著呢是來這個180度的這個髮夾彎 The Loop 這也是Silverstone賽道呢最慢的一個彎喔 那之後呢就要準備出5號彎 那5號彎這邊呢我要稍微講一下這裡非常特別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大直道呢就叫做Wellington Strait 我們知道Silverstone這裡在二次大戰的時候呢是這個Royal Air Force的這個空軍基地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Wellington Strait呢就是當初呢其中的一個飛機的跑道 那他為什麼叫Wellington呢 因為那時候呢這個空軍基地呢就有很多這個Wellington Bomber 他們就是聚集在這個空軍的Base OK過了Wellington Strait這裡呢就來到Brooklyn's這邊 然後過這裡的彎呢後面呢就要準備呢這個後面的這個非常高速的這個賽段 準備進入到這個Cops Corner這邊喔 所以這邊呢是非常高速速度可以達300多公里喔 那這個呢就是Cops Corner 為什麼Cops Corner那麼有名呢 因為這邊非常的高速所以呢我們經常會看到這裡很多車手呢會在這邊tootay 可能就spin出去了 Cops Corner這邊還有一點蠻特別的是呢 有60多年的這個時間呢 Cops Corner其實是Silverstone的1號彎喔 除了這邊非常高速之外呢 除了這邊非常高速之外呢 後面準備呢就要來到呢這三個非常有名的這個連續彎 那當然就是Naggots Beckets and Chapel 那其實原本呢這三個彎呢他們都是獨立的 不過來到了現代的Silverstone呢這三個彎呢已經是沒辦法分開了 因為當你在過這個彎的時候呢其實就是盡量的取直然後衝過 然後呢為什麼這邊非常特別是因為呢從Cops那邊你是300多公里的時速 然後呢要帶著這個速度呢繼續呢經過從T10到T14的這個連續彎 所以在過Magots Beckets跟Chapel的時候呢速度是非常的快的 那不過呢來到這裡呢我想要分享一個故事呢就是這個 Beckets and Chapel的這個命名喔 其實這個故事非常的特別喔 因為呢在這個中世紀的時候呢有一個這個大主教呢這個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他叫做St.Thomas a Beckett 那因為這個大主教呢他是被謀殺的 所以呢後來呢他們就為了紀念他呢在這邊呢蓋了一個這個中世紀的這個教堂 那我們知道Silverstone這邊呢在二次大戰的時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空軍基地啊 所以呢那時候呢他們需要更多的空間 那在1943年呢他們就需要把這個教堂給拆掉了 所以非常的可惜 不過呢從另外一方面來想呢這幾個One Beckets and Chapel呢 還是另外一個方式呢去紀念這個大主教St.Thomas a Beckett OK 除了這個Chapel這裡呢又是另外一個大指道 那這個大指道呢也非常的特別喔 因為呢就在這個位置呢曾經呢有兩個這個整個Airbase最大的這個機庫就在這邊 所以這個大指道呢就叫做Hanger Straight 經過Hanger Straight這邊呢速度也是相當的高 來到這裡呢最高速度呢可達325公里喔 OK那這就是一點點的Silverstone 還有一種賽道的歷史喔 因為我們如果真的要講整個英式賽道的歷史 其實真的講不完的 今天呢就只能講到這裡 OK so 今天的Kiki's DriveThru就先到這裡囉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